我姓简 針對剛剛主席談的就是8月17號 民眾大家的發言一共154條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有做成書面文件 然後都有發給環保局 然後這一次委員手上的 因為報告主席因為題目很多 那我們是用書面的警示 要主席要一一的回答嗎 大概這樣子時間可能會浪費很多 那我們有結局裡面大概 大家共同關心的議題 我們在簡報上面會來做說明 那如果還有不足的 還是說民眾認為說 他以前提的這個問題好像沒有得到一個答案 那就按照主席剛剛才試的就是說 委員問完了以後大家再提出來 還有剛剛這一位 請問王先生是不是 我這麼聰明都把我的名字搞錯 對不起 因為我們是有聽錄音帶 然後都有做成紀錄 如果有把你漏掉的話很抱歉 那是不是請你退後的話你再補一下 我們還可以再繼續給你來做一個解答好不好 我們要求的是市政府的發言紀錄 不是你的喔 我們再補來檢報 OKOKOK 我們再補嘛 好那報告主席 那我們就開始做我們的簡報了 謝謝 大家早安 那接下來由我代表開發單位來針對今天的一個北投線紅州奶車計畫 團民檢查會議做一個簡報 那因為可遇到上次有部分委員 可能跟各位先信可能有部分都沒有來到會場 所以在檢報內容上 除了會針對 上次大家所關心的154問題做綜合會選之外 在之前我可能還是會針對計畫緣起跟X8內容做一個簡要的一個作品 那所有今天與會者都能夠了解 柏頭線紅州奶車計畫的一個全貌 那先開始 那檢報內容主要分為五的部分 那在計畫緣起的部分 我想 從民國78年開始 包含陽管束跟台北市政府 為了要改善陽明山地區的一個交通問題 所以從事相關的一個規劃研究案 希望能夠改善陽明山假日交通篩車的一個情況 那其中 新建空中奶車的部分是其中一個建議的一個方案 那原方案本來是規劃是以國家公園範圍為為起點 但是在送到